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欢迎收看登峰造极 我是黄允凡 今天是12月29号 礼拜三 明天礼拜四 接着就放假了 也就是说明天是封关的 明天就封关了 明天最后一天了 好了 30号 接着休三天假 回到台湾股市就2022年了 好好好 圆月份是好好好做梦行情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这样笑 等一下大家都觉得说那个 本来是要封关前的两天 大概都是没有什么交易 不对啊 今天的感觉还不错 虽然我们看成交量是2398亿了 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的指数呢 指数呢 指数如果说他已经涨到一个高点 请问你有赚钱吗 未必好不好 奇怪了 好那等一下 那如果说全指股他有休息 那基本上呢旁边的那些 陪衬的那些股票可以上来吗 然后呢大家会想说 那过去在炒作的元宇宙概念啊 或者是NFT啊这些概念啊 是不是才有机会再来一次呢 因为他前面有先整理一下喔 随时都可能再来一次喔 等一下 这就是2021年在最末段啊 明天是最后一天对吧 今天还是有很多股票在表现喔 慢慢说给大家听好不好 等一下先看这个好了喔 台积电大联盟喔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半导体喔 半导体半导体呢到后面呢 这些所谓的台积电大联盟这些伙伴 最近呢有些股票还真的不错喔 好喔来喔我们大家看一下 看看我们的加权指数喔 到了今天29号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呢我们的指数的位置呢 已经好吧 已经等一下喔 为什么我们的电脑不太会动呢 等一下还是不太会动 等一下我再跳出去 好了已经来到这里了 各位 2021年 我把它缩小给大家看喔 你会发现喔 2021年 从年头到年尾 年头到年尾 这边是高点喔 对齁 好的 那也就是说走到后段的时候 我们的指数是走在高点 但是呢 相对指数走在高点的时候 不一定每些股票都在高点 好那这样的话 有没有机会喔 哇看到 这个过去大家比较不好想像 他说怎么会长这样啊 好吧中沙 就是那种股性喔 就是很糟糕 那个就是要涨不涨的喔 然后呢现在的砰上去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台积电大联盟身上去看 嗯 他们叫资本支出的受惠股票 好吧 好了那来咯 那请问大家好 那接着接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好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喔 我们来看一下喔 中美金 好我为什么提中美金好我们看一下 哎呦 中美金今天又创新高了耶 走着走着他就创新高了喔 啊那个量能说实在也没有很大 但是每一次啊平台整理完 开始棒这样拔起来的时候 好再拉回来整理都是在电高 好大家注意看 高点而车额电高 走到年底 你说没有那个年底做仗行情吗 有啊我现在跟大家说 如果现在从这个角度回去回推 昨天以前的话 那个一路在走高的都叫做做仗行情 阿搭 那当然相对的有些股票呢 并没有在一路这么顺序喔 不过别忘了哈 那2022年りとか要到了哈 再过一個交易日 啪一下子 休息三天就是2022年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什么股票 不过基本上我从今天盘市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都会发现一些端倪 我随便举例 举例说之前要死不死的 哪有这种事 我都不相信 跟大家说 有些股票是这样子 明明就养了一只小金鸡在那个地方 然后上来股价也相当不错 然后这个妈妈永远都不珍惜 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 都不会创新高 奇怪莫名其妙 上次有跟大家说了 我说哪有可能会这样 怎么想都不对啊 哪有会是不可能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到底要讲哪一档 我跟你讲 那个超皮的 跟大家说 永夜不是上了吗 对啦 永夜上 他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呢 达方 对不对 好等一下 达方 你会觉得说不对 我怎么算 我这样算算算 怎么算 今年也差不多 达方可以赚到四块左右 达方可以赚四块 永夜就这么争气 对吧 上 奇怪 怎么都不会涨 我看一下 都快要结束2021了 还不涨 然后我看一下 今天就是变这样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有些股票 你会觉得说 超讨厌的 怎么样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买进去卡在这个地方 我都要出来 我一出场 你就开始往上走 等一下 看一下 达方今天最高 51块7 收盘收在51块 收在51块 什么意思呢 真的 什么叫真的 你看 我给大家看 之前永夜上来的时候 他都没什么太大动静了 那高点在这个地方 高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拉回来整理的说 他就一直在整理 这个区间上上下下 要死不死的 砰下来 突破 到年底了他才来突破 然后 就开始走高了 好吧 亮能有没有放 有啊 亮能有放出来了 这是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 好 这个是旗下有小金基的股票 好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似乎在前面走 在整理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今天走法超奇怪的 什么意思呢 你光看达方就好了 像这一类型的股票 你看他前面有没有亮 完全没亮 好吧 你看他走在前面 平平的 没有亮能 然后开始要开始放亮放亮 开始往上推 怎么样 要化解前面的套牢卖押 你必须带着亮能 昨天才2000张的成交张 今天11000张 好吧 所以呢你说到年底的 他们要不要动 啊 那这样讲起来明天不是还有一天 对齁 明天还有一天 我再告诉大家 明天还有一天 有些股票还是会动哦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观察 哦 观察 加高今天也上来了 橘子不是押回来了 又上来了齁 你看到霹雳上来 你就会想到NFT这件事了齁 好吧 那这样子来看一下齁 我给大家观察一下齁 加高是属于被动元件吗 不是啊 他是实音元件啊 他是属于实音元件 那之前拉高以后 整理齁 这个是高点 然后整理整理整理 突然又垫上来了齁 来 为什么每次 冲到高点之后 都必须要透过整理的这种手段 然后呢 再开始怎么样 重新再发起攻击 真的齁 加邦最高点在这 但是呢 告诉大家齁 因为拉回来到今天 就进行成一个反弹 今年的高点在这 是吗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好吧 至少有反弹嘛 如果套在短线高点的话 大家都有机会 好吧 那如果说明天 如果你的股票没有表现怎么办 请问 可不可以报到2022 好我就问大家 我股票如果说套牢了 离成本也不远 没有太远 为什么没有太远 要这样讲 如果太远就算了 那么远的话 那你干脆抱着就好了 说的也是 就距离这么大 那就干脆抱着 对不对 如果没有太远了 如果明天有机会 就接近你的成本的 请问要解套把它卖掉吗 换现金回来 然后在2022再跟他拼搏吗 有这个机会啊 但是问题是 不知道是你手上哪一个股票啊 有那个机会 所以明天还有一天可以观察 对吧 明天大部分人会选择什么呢 我的股票看能不能上来 我先调节一下 好不好收一下现金回来 2022重新出发 对不对 那有的人不这么想 我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很简单 2021年的 非常一个好的一个 即将 要一个完美的封关呢 因为指数已经来到高档了 对吧 然后明天呢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 应该也不会 接着就是 休完三天假 回到台湾股市 2022重新开始 各位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个做梦行情 比做上行情还厉害 是啊 你知道吗 我们多少的股票呢 现在没有在高档啊 现在都在低档整理啊 要换人了 真的哦 你觉得我们在2021的最后尾段 在进行攻击 在创高的股票 他持续不断走高 然后让那些在低档的股票 一直沉沦吗 对不起 为什么 不会 我先跟大家说不会 整理完毕就是要攻 整理完毕就是要攻 所以呢我现在目前 我现在所看到的 比如说我在看被动元件 对 有些股票是开始动了 已经开始动了 比如说他动的有比较慢了 但是呢 你说到2022年的元月份的开始 下礼拜的开始会不会动 会动耶 还有哦 我先跟大家说 等一下 我找一下 刚才讲的十英元件 大家知道经济是龙头吗 经济是龙头 如果经济会动 那基本上其他小的股票也会动 那不对哦 经济如果不动 小的股票也可以先动 我先跟大家说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十英元件这个族群呢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档股票 并没有太多档股票 所以有些股本比较小的股票 他很容易一下就上来 等一下 大家听到经济的新闻是什么 因为我的产能呢 几乎都被定光了 意思就是 我明年要开出来产能 大家因为怕没有货 所以会先预定 那这个情况会发生在什么情况 我现在所收到的讯息 超多的产业里面都有这种 先下订单 先抓产能 产能预定一空 在2022年喔 我们在2021年 最后要结尾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 那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产业 仍旧出现 供不应求 在抢产能 所以大家想到一件事 晶圆代工的部分 他关乎到这些晶片的生产 那么好的 那就是一条龙 我们先想到上游是什么 细晶圆 细晶圆寒涨了 第一件事 第二 晶圆代工 产能吃紧 再加接下来就是封装测试 所以当今天的台积电大联盟的台积电资本支出 受惠股票在开始表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当他表演完要换到谁了 我请大家注意两个族群 一细晶圆 二封装测试 好 那怎么不去找台积电呢 再过几天你就会很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一条龙半导体的产业 他到底资金怎么跑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关键点在哪里呢 好了先给大家看一下 既然如此 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好了 明天可以买股票 这样讲就好了 请问大家明天适不适合进去买股票 因为你明天去买股票 你只有两件事可以做 一 明天做当冲 对吧 二 我明天买完股票呢 我是埋伏好 卡位好 我放到2020 我听起来好像好久喔 你2021年要放到2022喔 那很久啊 放三天嘛 对吧 明天买进 放着 因为2022年有些股票它会风云再起 以前曾经大涨过的 修正过的 整理过的 准备开始 来注意喔 那是一个新的局面对吧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来 风云再起 2021到2022 跨年 波段标股 我现在讲的一个重点在波段 那大家都在想波段 那如果今天 你从明天去买股票 请问你明天你怎么做波段 明天一定做短线 好吧 明天只有一天交易日 就直接转换 然后就开始跨到2022年了 所以呢 你要做的股票呢 那给大家注意 因为礼拜五没开盘 对吧 明天礼拜四 能卡位的就是剩下礼拜四 明天 2021 到2022 跨年的 波段标股 这张股票叫风云再起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风云再起 你看 2022开 开出来之后 我讲的那个叫开红盘 国力的红盘开出来以后 你手上的股票要升龙火虎 要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基本上 对不起 那如果下礼拜一开出来就很漂亮的话 请问你要不要先做卡位 这个波段是要先做卡位的 好吧 好吧 那提醒大家 所以等一下呢 我进广告了 麻烦各位 你不要客气 你就打电话 拿这一档 风云再起 好吧 参考参考 你也可以不要买 我先跟大家讲真的可以不要买 但是你要吃到什么股票 好吧 一定要吃到什么股票 怎么样他跨年 他可以走波段 哪一天我这样拉开来一看 我让你看 过去我们在讲波段 波段波段 大家在形容波段 到底什么叫波段 小波段大波段 有的涨一倍 也叫波段 两倍也叫波段 所以标股的产生呢 他在低档的时候 是没有人会通知你的 他发起攻击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走波段 你就认为他突然涨上来而已 对吧 那一路往上攻 好吧 那这个就符合那样的形态 风云再起这档股票 好了 准备好了吗 预备 进广告打电话 待会回来 正大的年代 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 188超值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冲回赢家的行列 超值专线02爆12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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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现场来 那我都每次在看那些所谓的 大家在心里想的那些热门的股票 那当然前一段子烧的非常厉害的 包括像霹雳布袋戏这一类的 我们讲的就是NFT的题材 那当然相对应的就是跟IP有关 那跟一些所谓的游戏概念股 也有相关有相连结 那我们这样子在看 就是当前面涨了一波以后 拉回来修正整理以后 有没有那个机会再往上走 两件事情都很好炒作 一叫做元宇宙概念 二就是NFT 那好 那如果摆开这两件事 那当然回归到重点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整个半导体产业 跟汽车相关联的 那么接着往下看的话 明年的5G的这个效应 跟Data Center资料中心 伺服器又有相关联 所以超多的 那我如果今天我在盘面上去看 好吧 我跟大家说 我最喜欢就是 看股票他们这样子上上下下 如果你这样看 我今天如果随便搭一个题材 我现在稍微稍微 大家举例一下给大家听 好 我们现在这样拉 好了 问大家一下 华益 没有成交量 好吧 他没有成交量 然后呢 股价呢 咻 功到那么高 咻 又下来 因为他股本非常小 好吧 我先举例给大家听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当我股票 没有真正实质很大的获利的时候 我这个 因为股本小成交商少 他很容易这样上上下下 超大震荡 那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件事情好了 我在这边看 等一下 这个我们有曾经讲过 来 我先问大家一下 假设一档股票 他本益比这样13倍 确实有获利了 现在在一个高档区这个地方 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突破过去 这我们过去跟大家讲的 有一些族群就是这样 本身他的价位比较低 但是呢 他攻到高档以后 拉回来修正整体 再往上走的时候 因为明天只有剩下一天 对吧 我讲的是准备要封关了 那未必见得能够突破 但是很多股票会尝试在明天 突破前面的前面的高点 所以呢 他就会开始带量能放量 请问为什么 这些力道来自于哪里 而且大家看哦 今天的中小型股超好玩的哦 本身有那个题材的之前攻上去以后 拉回来修正整体 今天又开始放量 再准备进行突破 这超妙的 为什么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当一家公司的体质改变以后呢 往往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碰到一些压力或进行换手的时候 他震荡是非常激烈的哦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 好吧 明年的低轨道卫星 有没有机会看那一张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那一张 低轨道卫星的概念股 到底有没有机会 这是我们常在讲的 如果你去谈元宇宙概念 或者谈NFT 我们回到更实际的 你会去看 谈电动车 车用电子 甚至低轨道卫星 在明年准备发酵的 那我在那边看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今年在大涨一波以后 他的筹码也经过了换手 大家听好 是换手 不是筹码很凌乱 因为到年底的 他还是会换手一趟 为什么 很多人在采取在高档获利了结 然后拉回来在低接 对吧 那好的 那请问明年到底有哪些题材 我再问大家说 你可以想得到吗 明年我们到底会有哪一些题材呢 我大概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明年会有哪一些题材 到底哪一些题材 好吧 那这样子看的话 元宇宙概念吗 还是说等一下低轨道卫星 航海王刚才还在讲航海王 我们刚刚有讨论一下航海王的概念 PCB有没有机会 好吧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个 低轨道卫星 哪有跟大家说 二极体MOSFET 所以我刚才有形容过 这样子下来叫做矽晶圆半导体 封装测试 我跟大家讲 这个讲完以后就会发现一件事 矽晶圆半导体封装测试 然后再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二极体MOSFET 这一些我们再往回推 就是功率半导体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半导体最近非常强 因为它的新闻性非常强 然后再过来就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再过来我们 好了 元宇宙概念来 我也可以跟大家讲 元宇宙概念这个题材 不太会消失 除非有一个状况 就是在一年以后 在一年以后就是2022年以后 大家发现元宇宙这些公司 都没有赚钱 而且有的还在赔钱 都没有进步 这个时候才会不见 如果没有 大家继续吵元宇宙 还是热吵元宇宙 那因为什么 元宇宙越来越多人想 跟元宇宙靠上边 因为它这个超梦幻的 你懂我意思吗 VR 那我们讲的要网络的环境 网络的环境 如果没有的话 请问你在元宇宙什么 你飞去哪里 不管你戴头盔也罢 我们再思考一个关键 没有给你一个高速的 网络环境的话 一个稳定的环境的话 你根本无法发挥 所以那也叫基础建设 所以它跟网通族群又相关 Data Center 在明年的建制 以现在来讲的话 平台的部分 我们看到明年的伺服器 它会成长 好吧 那就来自于Data Center 它的部件 被动元件 不用讲了 现在跟大家说 最可惜的就是被动元件 在最后关头 它没有拔起来 是靠个股表现 它不是整体族群 你就看光洁 这一类的股票 你看到我刚刚讲的 加邦 最后再拔起来 然后看到达邦 最后再拔起来 很多股票 在今年 并没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 第一季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为什么 很简单 它的获利相当不错 而股价却没有表现 所以我现在在那边看 我在那边想 PCB呢 很好 我跟大家讲 你看 PCB是电子工业之母 讲到什么都要PCB 所以我今天 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谈说 好 我在这个阶段 我去看 看到了这些 概念题材 如果我们要发挥到2022年的话 我认为 基本上 刚才那些题材 还是持续在往下走 那好的 那如果现在回到盘面上来看 中低价位的股票 还真的不少 我先跟大家说 高价位的就 很高价位了 但我从今天 我去观察 我现在先看一个指标 给大家看 台积电现在目前的位置 616 给大家看一下 台积电的股价的位置 请问 我们的指数创高没有 创高了 请问我们台积电 台积电创高了没有 还没有 所以 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 对 以前台积电走势 几乎跟大盘一模一样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台积电 股价还没创高 但是指数 已经 已经 创高了 这是指数 这是台积电 好吧 我们来关心另外一家公司 好不好 我现在花点时间跟大家讲 另外一家公司是谁 等一下 这超妙的 请问鸿海你有没有要动 大家会问 鸿海投资人有问 鸿海鸿海 请问你何时要动 为什么你那个线 画成这个样子 让我们感觉你是在睡觉吧 对吧 哪有这样的线吗 你告诉我 这一格一格 我不管怎么进去都赚不了钱 是不是 对不对 没有空间让我赚钱 然后我在进去鸿海的K线看说 你不是电动车 请问电动车呢 大家就想说 早知道我就不要投资鸿海 我投资鸿海旗下的其他公司 我还有比较有机会 为什么讲话那么没有利呢 就是因为真的有观众说 我买鸿海 为什么他都不动 我又跟大家讲过了 不是 鸿海是要推电动车 没错 你要买对啊 你现在这个阶段 怎么会去买鸿海呢 你这是买鸿海旗下的公司 股本比较小的 比较灵活 比较好动啊 不管你怎么想 我看鸿海那张 你有看过了 所以我今天不用再拿 我剩下一分钟 对 在这边 在这边 对啊 吓一跳 我想说跑到哪去了 对不对 旗下这么多公司 你也去看一看 有那种电动车的 有网通5G的 那也有半逃底设备的 好吗 可以跟大家说 来 好吧 那现在重点来了 既然如此 2022年的零月份 下个礼拜有非常大机会 我们先不要讲明天 明天可以买股票 我先跟大家说 重点是 明天可以买股票 好的 那买什么呢 买这个股票呢 你是要卡位 要找到一个波段的股票 进去卡位 所以明天必须要买 对吧 从2021跨到2020 对不起 2022讲错了 2021跨到2022 这个叫做跨年的波段标股 好吧 明天准备进场 你说可以哦 这个我喜欢 做波段 会标的 风云再起 这档股票 今天呢 要送给大家好吧 那等一下呢 节目结束之后呢 再麻烦各位 请你拨打电话 明天准备封关了 对吧 还有一个交易人呢 祝明天呢 大家在股市里面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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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